只有赢得家人的心 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QX60进口大型豪华七座SUV 应非你敌尽是潜能 家这个概念 其实我觉得家主要是有家人 并不是你住的哪个房子 或者是哪个地方 因为我就是有经常在过年的时候拍戏 所以但是我每年过年不管怎么着 我一定会把老的老爷和我妈妈都在身边 就也算过年那也叫回家 年味啊 年味我是一个天井人 天井人有一个习惯是挂吊钱 过年的当中你这个只要是吊下来了 你就会有好运 天井是杨柳青年画 然后也是四大年画之首 所以我觉得年画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图吉祥的寓意 就是跟我们天那些吊钱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年画我之所以小的时候记忆那么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脸圆圆的 年画那个小娃娃不是抱着那个也是抱着个鱼 然后两边梳着小啾啾 就基本上是比较好的一些吉祥的寓意在里面 中国的文化能一直远远流传到今天一定有它自己的道理 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 这个东西不管是以后我们的科技有再发达 然后我们的生活 就是这些电子设备在先进到什么地步 我觉得这些老的东西还是要保留下来的 还是要珍惜的 春节的时候 就是其实是一个特别难过的日子 你不觉得吗 就是春节虽然喜庆 但是你不觉得每年过年的时候 就是特别到晚上喝完 大家都开始打麻将的时候 特别是好不回家的人 你坐在那看 其实是特别感动特别难受的一件事 对因为就是其实是越温暖的时候 才是人就是归属的地方 在他们的老一辈的那个概念里 跨年不是年 就是你还是要等到春节真的过完了 对他们来说才是一个新的一年 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团圆 还有一个这个真的是一个传统的习俗 我觉得是离不开的 这个年啊 就真的 为什么中国人一到过年的时候 不管就是你 你是不是原来那种朋友 有钱没钱回家过 就是大家别嫌麻烦 就是该张贴的张贴 该质管的质管 哪怕真的是自己动手 画一符贴墙上 我觉得那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我看你 那是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我感觉 是不一样的感觉 没钱 没有人 有点像 这种感觉 那是不一样的 我感觉 是最好的 我感觉 我感觉 有点像 有点像 是那个 我感觉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